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记者黄彩文 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国际 魏明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老师你好 彩文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盘面焦点之一 谷王大力光今天召开法说会 这样子对未来的台股大盘 还有拯救的机会吗 老师你怎么看 我想就是说以今天 大力光的部分要召开这个法说会 当然我们就说不妨先观察一下 这个波段大力光股价的实际上表现 就是说以在这个阶段点 台股在这个波段创高到 10900多点 变成说这个平盖三雄 包括像股王大力光 甚至包括像2317的鸿海 跟2330的台积电 我想这个平盖三雄鞠躬最大 等于是说这个波段档的话 随着这个iPhone新型手机 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做一个上市 毕竟包括就是iPhone X 它的一个帝眼的一个出货 甚至包括像这就要在后续 在去年这个年底的一个时间点 相关的一些平盖的 这个iPhone X的一些 货面信息相当量是多 那也造就这个波段点 就是说包括像这个平盖三雄 甚至包括像相关的一些平盖 个股 股价都有形成一个很大弧度的修正 尤其我们不妨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以大力光实际上的股价表现 就是说从去年的一个年初 股价大概3800块钱 也一路上攻到6075块钱 这个改写下这个台股的新的一个天价 那当然在最近这半年我想 以大力光实际上股价的一个状况 修正的一个速度也是相相是快 那一路从这个创高点这个6075块钱 一路修正到这个3725块钱 我想这段他修正的弧度相相是大 那毕竟我想以今天这个大力光 要召开这个法说会这个当下 就是说他今天这个股价的一个表现形态 他又重新又暂毁这个3800块钱 又是去年年初的一个奇商点 那相对我想就是说 以实际上大力光的一个 他一个不管是说营收跟一个 获利的表现状况 我想就是说最新公布的这个 他这个12月份的一个营收 是有比就是说去年11月份 做个微虎的一个衰退 那相对就是说 我想以他实际上大力光股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在我们看一下像那个上一张 那个那个文字的部分 就是说以这个大力光的一个 他的去年的一个EPS 来到快接近170块钱 那今年这个前三季的一个获利 里面来到129块钱 那我们就是根据实际上 他成长的一个力道 我们就推估大概以大力光 他的一个今年度的一个获利 第四季大概是借以 大概到62块钱到70块钱这个range 那相对就是说全年的一个获利 可以来到快接近到200块钱的这个当下 那以大力光 我想他的一个实际上 就是说他每一年的一个股价的一个高低点 合理的一个本益比的价位 大概是22.5倍 那相对就是说 以在最近这个波段修正到跌破这3800块钱 我想合理的价位大概在4500块这个range 那等于说我想最新公布的这个包括像鸿海 12月份的营收年成长达到五成之上 那相对就是说 原先的一些盐物料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个股 包括像大力光的部分 因为毕竟鸿海是做组装 比较时间会做比较推后 那这些盐物料的这个好像镜头的 这个大力光的部分 我想就说在今年的这个第一季 第二年第一季虽然是都是传统的淡季 那问题又会展开另外一段的这个 他的一个捕获的一个效应 那当然的话我想 就是说随着这个大力光 尤其我们在股市的一个操作 跌升叫做最大最大的这个利多 那相对于就是说 以实际上这个大力光股价已经修正了 2350块这个当下 我想就是说跌升是他一个最大最大的利多 后续很容易形成一较跌升性的一个 基础性反弹 那当然的话大力光 包括像大力光 包括像鸿海 包括像这个台积电的一个指标 个股的一个带动 当然的话都会使得这个台股的后续 会形成一段的一个强生 那毕竟我们就一个台股大盘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以目前这个台股大盘 它创高到这个10934的一个后续 目前连续两天的一个修正 我想这个修正当然的话 台股既然就是说这个波段 它已经由这个反弹行情 转化为一个叫回升行情 那这一两天的这个拉回 我想这个拉回都是属于叫正常的一个状况 那拉回大概预计 我们回测到这个1月3号那个跳弯缺口 就会形成一个叫直稳的一个强弹 那变成说就一个实际上操作面的一个重点 我们还是希望各位 你趁拉回 还是在做到那边找买一点的一个动作 那相对因为毕竟 包括大力光 包括台积电 包括红海 它是指标性的一些个股 那各位你可以往哪些个股来做这一趟拉回找买点 我想我们都全面性 针对一些中小型的成长个股 跟创新性的一些个股 我们在我们的LINE AT当中 都给各位做到一趟直接的一个提示 那各位你就可以不妨加入到 为了说我们这个LINE AT好友的行列 然后针对后续你可以来锁定的一些 相关具有创新性跟这个业绩成长的这些个股 来跟着我们来做这一趟操作 谢谢老师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看一分钟看台股 我想台股最近这一波段的一个反弹 短短10天反弹了一个500多点 那相对就是说 它目前在反映一个叫做正乖里 过大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正 但是修正我想连续两天的这个拉回 那毕竟我想以在这个波段台股大盘 已经有反弹行情转化为一个叫多头的 一个回升行情 那多头回升行情 我想它的一个标准动作就是说 屡创新高 是它耳后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表现状况 那当然的话 就以这两天的一个连续性的修正拉回 拉回大概往这个1月3号那个跳光缺口 就会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支撑 那就一个实际上操作面的一个重点 当然的话 多头盘标准的一个操作动作叫什么 叫做拉回手撑 去坐这一趟找买点 那相对于我想 趁这一两天这个修正拉回 我想这个又会是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你趁拉回 坐这一趟大减便宜货 来坐这一趟锁定 找买点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点